今天要講一下哈薩克斯坦的一個怪病 話說在過去兩年裡 近著西伯利亞地區 就有一個叫做卡拉茲的地方 當然這個卡拉茲不是巴基斯坦的卡拉茲 是哈薩克斯坦的卡拉茲 話說在過去兩年 當地發生了很離奇的集體 叫做睡眠症的怪病 當地已經超過六十的村民 無端端會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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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甚至有些人會出現一些幻覺出現 現在當地的政府終於成立了一個特別小組 當中有科學家 有醫療人員 有集人專家 希望找出究竟是甚麼事 是怎樣原因 其實有些陰謀論的人 其實之前已經有人猜過 會不會是關於蘇聯時期的東西 大家看看這個Google Map 這是哈薩克斯坦 上面是俄羅斯 這邊是蒙古 這邊是中國 以前這個位置包括蘇聯範圍 其實這個小鎮是這個位置 其實附近是以前蘇聯時期的 輻射性很強的有元素的擴產場地 但這個擴產場地在1990年已經停產了 曾經有人懷疑會不會是有元素的輻射 令村民無端端分碎 但問題是這樣 有元素的輻射原則上是不會令人分碎的 第一 第二就是因為參與過有元素的礦工 反而沒有事 反而沒有接觸過的人便會有事 所以現在當地政府便要研究發生甚麼事 他們正在想很多方向 這裡的報導就這樣說 會不會是一個集體的 所謂的psychosis 一些精神異象的問題 或者是poisoning 或者是有inside bites 即是有些蟲咬了 最喜歡就是這裡 and even the impact of aliens 會不會是因為有外星人的影響 令到他們昏迷呢 這一切的謎就有待他們去進展 不過我想一下 現在這個冬天 我想在香港有很多人都願意去睡眠昏迷 最喜歡一下 我在家裏跟家裏聊天 其實鬼這麼眼晃又寰 當然是躲在床上睡著 沒有七天的男士時間差 就不如說自己有分岔症 請多四天吧 這不是叫出賣 完